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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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在讲拐 勾拐 我们在讲拐 这个拐又分好几种 我下面分别的做一个介绍 因为它有好多种这些 一共有六种吧 我一一地做一种介绍 一个是什么呢 是这种拐 这种拐 这个拐 实际上这样一个斜的 这样一个斜的 实际上等于这样一个瓶 这样一个那 这还是垂路的那 这个瓶这也是这样 所以呢 这个写法基本上和一瓶一那结合起来 是一样的 所以在写这个之前 一样也是跟写那是一样 把这个笔伸出去 按下去抬起来 抬起来 写这个 写这以后 这个笔又这么倒了呢 你又得抬起来 往这么写 你可能不能这么顺着就这么 这么着 这么着就过来 它就不好看 是不是啊 所以到这以后呢 伸出去 按下去 抬起来 写这 这倒着呢 再抬起来 再往这么写 到这以后 按按 按在这 抬起来 垂直的抬起来 这就写出这个来了 好 所以一个是 这个转折这个地方 笔毛要变化 这一点 就像写垂路一样 要垂直的起来 好 要垂直的起来 在这按好了以后 垂直的起来 好 这个角度 看你写什么样的字 来决定 这个也可以写的 在 角度再大一点 或者是再小一点 看你写什么字 来决定 你这个 这个 这个角度 写什么样子 好 像这些字里面 我举个例子 像 女人的女字 就是这样一个拐 这个角度呢 就可以皮这写的稍大一点 这个就小一点 这 光写女字的时候 这个就小了一点 这个拐 拐啊 就要大一点 好 我写一个 这样 这样 这个角 角度实际是小了一点 这个角度大了一点 这个呢 这个女字哈 对吧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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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要讲这个结构的时候 要讲这个女字怎么写 现在 我只告诉你这个拐 如果说 如果这个角度 像这样这么大 你可以写成女字盘 这样写这样 因为两个字 你要写这么好宽 那拐就不好看了 所以你要写女字盘的时候呢 这个可以 这个角度写大一点 把这写直一点 也就是这个意思 啊 这写这样一点 这写这样一点 你这写这样一点 啊 这把拉你好在写字啊 你写什么都可以 好朋友的好 这把你再写好的 你要写那么宽 这写的好就不好看了 所以这个 可以调整它角度 看 用在什么地方 哈 但是基本上 就是这样 齐笔 和这个 落笔 就跟斜 一竖的垂路的斜法 基本上是一样的 只是这一点拐弯的时候 要变笔毛 因为这样倒下去了 你抬起来 再往这么写 哈 这个 拐 就介绍到这 下面还有一种拐 哈 这个叫什么拐呢 哈 我写一个哈 实际上是一个斜的 加一个平的 横平的这样一个拐 哈 是这样一个拐 当然这就等于 是一个 用一个 一个平和一个横的组合 哈 我写一个 看一下哈 同样这个伸出一点 按下去 抬起来 写这个 这个到这以后 这笔倒了 你抬起来 不要往这么拐 哈 哈 也是 这两个的结合 关键是 这拐弯这个地方 因为 这往这么写 这笔毛是这样的 你往这么写 这笔毛都要往那么 它必定你要给它调整好 调整不好 这点它就不好看 哈 就怕你这样写 你这不用这笔毛 不用管它 你这一写 它这个 这点就 非常不好看 是不是啊 它就没有 没有味道 哈 字就没有 力度 也没有 韵味 哈 像这种拐 哈 有很多字 都用得上 哈 哈 像 云诺的云 云许的云 哈 这样写过来 到这儿便笔毛 便笔毛抬进来 往这么 哈 再写这儿 这个 再写这个 哈 云许的云 哈 像 云彩的云 云 云 再写一个云 云 云 这个就是那个拐 所以这点一定是要 把笔毛变好 这就叫笔笔道家 所以 你像所有的这些拐弯的 这个地方 我们以后也要讲这些事 都要笔笔道家 就是你都要 不能那个笔毛是什么样 你就什么样 你一定要调整好这个笔毛 让他听你使唤写出来的字才有味道 啊 他才漂亮 哈 所以你要不研究这些 你的笔画就不漂亮 是吧 就像小提琴 拉那个音 你那个音它就不那么太好听 你就没有人没扭音 拉的好听 是不是啊 这个需要下很大的这个努力 刻苦去练习 才能够慢慢的掌握 去体会它哈 这是一个拐 下面呢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流水的流 也有这个拐弯 这个拐 我再写一下看一下啊 这就是这个拐弯 在这儿你看 还有一个向里后有一变笔毛 把它按一下再弹起来 再往这边拐 所以这个用的很多啊 刚才讲了一个拐 我们下面再讲一个拐 这个拐呢 比刚才那个实际上就是稍长一点 一般用在 这个 像 什么 柚字啦 啊 枝字啦 什么这些都用这种长一点的这种拐弯 刚才讲的是拐 短一点 所以这个等于是一横 一横和一个皮儿两个的结合 一横怎么写 一横怎么写 你还要按 原来我们讲的那横 如何来写这横去写 这一皮儿 你要想写玄针 你得按着一皮儿的玄针的去写 你要想写垂录 你得按着皮儿的那个垂录去写 所以你把那些写好了 你就会写很多方面的字 这个呢 只不过就是在拐弯的这个地方上 你又一次它一横和一拐 这个笔毛它不一样 你就得要调整好这个笔毛 而不是你顺着它 它笔毛什么样你就怎么写 那就没有什么味道 这就不到家 你就这么一走就过去了 没有到站 你就偷就过去了 不行 得到站 得到家 把这笔毛调整好 你得往这么写 所以呢 一横和一拐 这个写法把前面的练好了 那这个自然就会写得很好 只不过是在拐弯处 如何来辨笔毛 我下面把这个再写一遍 一横把这伸出去 按下去 抬起来写这一横 到这以后需要拐了 这笔毛不能这样 你必须把它抬起来 抬起来才能往这么写 到这以后 按下去 抬起来再往这么写 哈 这个你要什么样 你要悬真的也可以 要垂路的也可以 你就按着 原来我们写那个品的时候 你去写这个 这个是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 哈 这个的 要求是 同样是这个手指头 这么写 不是手腕子这么写 哈 这个太重要 哈 到这以后 变了笔毛以后 是这个手指头 这么写 这么写 又是那画圆圈似的 这 这么去画这个 不是这么着写 这么写 这是机 机器手拿个笔 他都可以这样写 这个写不出优美的笔画来 哈 所以呢 我再写一遍这个哈 伸出去 按下去 抬起来 写这个 按下去 抬起来 抬起来 这个 用这手指头往这么勾 勾 你看 哈 它就好看 哈 当然你要是写右字 那你把这个再写一个那儿 它不就出现一个右字吗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 你去练习 去找这个劲 我下面 把这个字 用的这个 拐的这个字 写上 举一个例子 写一个 写一个右字 写一个枝字 这已经就差一那儿了 我再写一次 写一个右字 幽子 写一个一只两只的枝子 便秘毛轉过来 枝子 这个也有写成垂露的这种方式 就是这个变成这样的也有 那就像我们写这一瓶符的那种垂露的那个是一样的 也就是这样写 出现这样的也有这样的这样写的也可以 这个你像这样的写一个不是的步子就有这种的 你看这个 这在写这个 就是这种的拐弯的这样的 所以也可以写成这样的 也可以写成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这样的 这都是可以的 实际上呢 这个按照写数的时候 这都是叫玄珍的 这实际上就是水果 你就在这起笔子的时候 你就把它直起来就行了 这个呢 同样是在这有这些画了一圆弧的 这都是最基本的 原来写数的时候已经把这都讲过了 在任何地方上你都要用得上这些 这个呢就写在这儿 是的 对 对 是的 是的 对 对 对 我们